纳日庸错 这个位置就是看纳日庸错 待会的话我们车开到底下去 车来了 找到一个最近的地方来拍纳日庸错 纳日庸错 你看 这有车过来 这是一个环红路 纳日庸错 我们试试看 很难讲 这里走试试看 这个位置已经很漂亮了 这个湖一定要有阳光 一定要有蓝天 好 我再把它拉近看一看 这个湖面 继续往里下走 走湖边 离湖边最近的地方 我们现在做 纳日庸错 环湖的驾驶 这是一条路 这底下就是 纳日庸错 其实任何一个错湖 只有在天打开以后 太阳能射入去 有云的蓝天 映尘之下 这个湖就会形成这种蓝色 而且这湖面上 形成不同的色彩在里面 你仔细观看以后 仔细地去观察 这种颜色的变化 那真是太美了 前面一个弯非常漂亮 这是我的摄像器 从底下爬上来 这个视角 特别特别的好 我摇过去 这底下停轮车 哈哈哈哈 我原本不上去的 我看张老师都上去 他比我大那么多好几岁 他都上去了 我得上去拍 像张老师学习 那么大年龄 那么高的性质 张老师 他在下面展不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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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展不开 嗯 不是一条线 对对对对 现在这个路平 刚才我们在 嗯 这个湖的边上面 开在最近的地方 站在制高点上去拍摄 现在我们顺着轨迹 还回到了公路 如果没有这个轨迹的话 进去 我们有时候看着车轨迹 有时候看不到车轨迹 嗯 看不到车轨迹的时候 就看我们自己的轨迹 这样的话就能够从 我们的湖边 拍摄点 回到 马路上来 否则就回女士方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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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